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还没有开始介绍公司之前给大家看一些新闻 大家相信都看到报纸每天在登的什么 这个新冠病毒 新冠疫情 COVID-19 越来越严重了 今天破了什么 破了这个气味的气头 我们讲7000了 今天终于7000了 而且现在每天都有很多马来西亚人死了 医院的ICU病床也不够用了 那么现在也发现到很多老人院也开始爆发感染情 所以这个情景好像很熟悉 对不对 好像发生在某些国家 对不对 所以现在马来西亚在全世界的排名 如果以人口来比例 我们马来西亚的发病率已经超过印度跟美国 大家相信吗 不相信我讲的你们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些数据 真的很吓人 今天的 第二八九 有买4D的 记得去买号码 这个号码不是很好 因为 这个气头一开始就是 证明马来西亚的疫情已经差不多要失控了 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 从19号开始就已经是6头了 6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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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 已经联系6天 6000多了 今天破了7000 根据中南三的这个系统预测 7月1号 6月1号 应该会破9000 会破1的 所以希望不会 希望不会 因为如果再不控制的话 马来西亚就要很快变成第二个印度了 美国也发出警告 把马来西亚列为最高级的警戒 不可以来马来西亚 所以在马来西亚很多医生也很 很辛苦的在救病人 而且已经有6600个医父人员感染了 而且已经有其中8位已经去世了 所以大家要珍惜生命 不要乱乱跑了 那么躲在家里 不出去外面 要抗病毒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在这里给大家 分享我们公司这个产品 请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公司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三足精 粉状的 你只需要用半杯水 加一包 搅搅一下就可以喝了 非常的方便 这个 或者你家里还有 旧的包装 我们的三足混合果汁 也是不错 不过你需要最少两条 因为它的抗氧化只有4299 Diligent 是8089 才可以抗病毒 如果你要出外的话 去买菜 去做一些东西 记得三足水 最少要喝四包 Diligent 最少要喝两包 不难吃不够 如果家里还有一些维他命C 那么就快快 吞了四粒或者六粒 维他命C吃饱 过后吃 再出门 不是开玩笑 维他命C 在我们公司 又好像卖到断货了 因为我们 DNG工厂的 维他命C呢 是 什么 我们的维他命C呢 是 pharmaceutical grade 是什么 是卖给 pharmacy 卖给医院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 维他命C呢 是 对抗这个病毒 对抗 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是非常的有帮助 ok 那么 有买得到 就买多一点 等有货的时候 现在是暂时断货 三足果汁呢 三足精呢 这两个一定要喝 因为他里面含有 这个三足的 这个 Zendon 主要是在他的皮 已经被医学界证明 可以抗菌 抗病毒 细菌病毒 变种的 他可以马上杀掉 还有 这个 变种细菌 我们讲超级细菌 都可以杀掉 病毒他可以引致他 不让他乱跑 比如你不小心出去外面 病毒 跑到你的眼睛 跑进你的壁子 跑进你的喉咙 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喝 Diligent 或者三足混合果汁 那个病毒 就会定在那边 不会乱乱跑 等你的免疫细胞一来 他就把它杀掉了 记得 这两个产品一定要喝 那么今天 大家都知道 面对这个疫情 每个人都需要保健 对不对 那么保健品 请问大家去哪里买 多数都会去 Farmacy 或者 Shopping Center Woxone Guardian 对不对 或者其他自销公司都买得到 不过 告诉大家 在那边买得到这些产品 价格呢 肯定会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是直接从工厂来 工厂来 还要经过 几个中间人 那么今天如果你 跟DNG购买产品的话 你就不需要有中间人了 因为我们DNG集团本身就是一个 40年的药业集团 我们本身就是厂家 所以在DNG吃产品 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 Now everyone can buy 现在每个人都买得起 十多年前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保健很好 可是讲到要吃保健品 好像会考虑一下 因为很多人吃不起 对不对 可是今天你来到DNG 你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产品 基本上都是工厂价 比起刚才我讲的那些产品呢 市价 我们会来得低 30-5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Buy direct from factory Be a smart consumer 直接从工厂购买的这个concept 就好像当初Air Asia 对不对 以前的坐飞机是很难的 因为最少都要千千身超过一千块马币 自从有Air Asia过后 坐飞机就好像坐巴士 少过一百块马币都可以坐飞机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Everyone can fly 全部人可以飞 那么到今天你来到DNG 每个人 Everyone can buy 记得我们的口号 今天DNG工厂公司 卖给你的产品 它是拥有这个国际 飘准的生产过程CGMP 那么在全世界可以讲是最高级的水准 在马来西亚只有二十间工厂有CGMP 那么其他的几千间都是GMP 所以记得我们的产品是这个国际水准 非常的安全 所有的颜料都有重金素检测 产品治好过后 还有做这个溶解检验吸收检验成分检验 非常的安全 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而且我们还有买保险 如果你吃了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分享给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吃了有什么问题 保险会赔一百万 除了工厂价之外 在这里你吃得很开心之外 我们公司还有一个ZERO PLUS 新零售商业模式 那么这个模式呢 你看懂了 听懂了 可以让你在这边 只是靠吃产品 就可以消费致富 相信吗大家 很多人不相信 那么今天你在我们D&D 只要每次消费 就可以获得公司免费征送的DC红利 就这么简单 有买有送 有买有送 那么要送更多怎么办 要送更多就 买越多就送越多 很简单而已 因为这个模式是由我们D&D 创办人Mr. Perry 因为他为了希望整个集团在国际上的成长更稳健 他特地集合了在这个行业的专家 把这个电子商务 经济共享 还有七块链技术 融入我们D&D 外外这个Zero Plus 在我们这个理念里面 在这个模式里面 顾客在这里消费产品 等于什么 等于投资我们的D&D工厂 然后可以一起共享利润 就这么简单 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 你买越多等于投资越多 简单来讲 我们这个Zero Plus 是一个怎样的模式呢 我们的创办人非常的 他非常的精准 只用一句话 就把整个Zero Plus 商业模式的这个核心 这个内容讲出来的 他讲什么 他讲这个Zero Plus 是可以让他的每一个顾客 在D&D消费一千块 可以让他们拿回 两千 三千 四千 五千 甚至更多 你们说这样的模式好不好 当然很好了 那么这句话 是他在2018年6月份 在还没有开始 这个Zero Plus之前 他到新加坡的这个分行 跟Mistan讲的 所以 听懂这句话 就知道 整个模式是怎样的 那么要实现这一切不容易 D&D本身 必须要拥有 自产自销的基础条件 所以刚才 大家也看了我们的这个影片 也知道 我们是一家 40年的 拥有期间厂的 药业集团 Zero Plus 新零售商业模式 其实这个模式就好像什么 好像一个 共享经济 用共享经济来讲 它就是一个 三赢的营销模式 在这里呢 顾客买产品也赢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拿到 DC红利 介绍你来买产品的人 经营者也赢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奖金 公司也赢 因为你买产品 公司有生意做 所以在这种模式下 三赢 我记得 两年前我开始 用Grip Car的时候 我也是有 差不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本身是 常住在新加坡 20多年了 我每次 我的老家呢 是在辟里州北部的 一个小遗村 叫做 我每次要回 我都从新加坡 坐一辆飞机 飞到 冰城的机场 从冰城机场呢 做了一个 Taxi 机场Taxi 去到 要多少钱呢 要180块 180块 那么 简单来 180块 其实是一个 不便宜的一个数目 很多人都 尽量避免 做这个得势 我也做了好多年 其实 两年前我才会用Grip Car 自从我会用这个手机过后 我就 去到机场就用Grip 每次一Grip过后 你知道 去到咕啦咕啦咕啦多少钱吗 从机场去到咕啦咕啦 才90多块 80多块 90多块 所以我觉得 我是赢家 我做Grip Car 明白吗 因为我省了一般的费用 那个开车 载我的司机呢 他也觉得 他也是赢家 为什么 他原本就是要从冰城回去太平 他只是顺路载我一程 他可以赚一个60块70块去打油 Grip公司呢更厉害 他只是叫一些工程师写一个软件在那边电话 做一个App 他这样子他可以赚25%看到吗 所以在这个模式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三营的 共享经济的模式 我不懂各位听懂听不懂 其实未来的生意都是这样子的模式在运作 OK 什么是DC呢 今天你在D&G买产品 保健是产品消费 公司会征送你DC OK D&G呢简单来讲 他就是由我们这个 Gelobrass 新零售商业模式 你在这里消费所 产生的 免费征送给你的 在DC 我们公司在2018年 8月份 在基隆坡 由我们的创办人 Mr.Perryway 真实推出 我们也有一个 6年的D&G大蓝图 D&G大蓝图 我们从2018年开始 就推出这个DC 2019年就建了新厂 准备生产很多产品 给我们的这个DCEMO 2020年开始 DCEMO上线 DCE已经增值到12分了 2021年今年会做什么呢 今年下半年 我们会有一个内部 DCE交易平台 这个时候 DCE已经到两毛了 那么明年会做什么 明年我们D&G的股票会上市 后年2023年 将会把DCE放上国际交易平台 这个时候我们预测 DCE应该是一个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数目 这个数目呢 我留给大家去猜 大家想知道DCE在2023年 会多少钱 这个星期五晚上8点半 你来听我的Zoom 我会告诉你 数字货币的市场跟我们的DCE 在未来是怎样的一个模式 好不好 先打个广告啊 DCE呢 我们公司 D&G全球限量发行 发行多少枚 10亿枚 10亿枚 没有的再多了 就是10亿枚在用 所以限量的东西都会很值钱 而且这个DCE你用钱也买不到 它是你买消费产品免费征送 目前我们整个集团在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 拥有一百万个会员 他们也会将在今年开始 得到DCE 共用DCE 目前 只有两个国家拿到DCE而已 就是新加坡的会员跟马来西亚的会员 新马的会员大家要听懂哦 你们是最 我们是最幸福的一群哦 其他的公司 他们今年才会陆陆细细拿到DCE 所以目前整个10亿的DCE 差不多已经发放出一个亿了 10%了 剩下9个亿的DCE 全世界共用哦 全世界50多个国家的会员已经在等住了 这边有一个报告 我们2019年整个DCE集团 我们的生意做多少呢 做3亿美金 那么这3亿美金马币12亿哦 2018年我们发行10亿美金 一美DCE一毛钱 十分美金 那么全球的DCE总是值一个亿 这边我要问大家 我要跟大家做一题算数 今天 如果我们单单自己内部的会员共用DCE 我们用DCE来买卖产品 请问一个亿的DCE要给三个亿的生意 用够用吗 肯定不够用 所以我们预测DCE 当全部50个国家已经拥有 共用DCE的时候 相信这个DCE最少要起10倍 10倍10个亿才够用 那么DCE起10倍是多少钱 2023年我们的DCE 又过上国际交易平台 又很多外面的人来共用了 很多投资者也进来了 包括我们也会陆陆细细去开发更多的国家 所以大家去想象一下 这个DCE应该要占几倍才够用 记得DCE是限量的 不能再加只有10亿枚 全球数字化币这个市场已经越来越大了 从去年的一个1万亿 今年已经2.5万亿 慢慢会越来越大 股票是100亿的市场已经饱和了 房地产也是饱和了 黄金只有10万亿 所以加密货币是一个很新的市场 大家想了解更多 又记得星期五来我的Zoom 根据这个 商家的预测 2023年到2028年将会是数字货币的一个牛市 听懂什么叫牛市吗 谁手上有数字货币 谁就发大财 所以 2023年 请问你手上有数字货币吗 现在Bitcoin比特币一个已经3万4万 很多人都买不起 不要紧在DNG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有DC 问题是2023年你手上有DC吗 有多少DC 你的DC够吗 你不够的话 那么这个财富盛宴会跟你没有关系 如果你有DC 恭喜你 如果你已经有很多很多DC 那么更恭喜你 那么2023年我们高峰见好不好 这下业 这下业 demonstrates 非常膳 记住 CIA CI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